泰中记者协会成立仪式28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王国大使宁富奎 泰中两国媒体记者及各界嘉宾等300人 出席了此次开幕仪式 28日下午泰中记者协会在泰国曼谷举办了 泰中媒体交流与合作论坛 泰中两国代表分别在会上向泰中记者们 减少了中国和泰国新闻媒体概况和发展趋势 同时与会的泰国记者们 也就如何进一步促进泰中媒体交流与合作的问题上 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当天晚上中国驻泰王国大使宁富奎 在活动上发表了讲话 希望中国在泰国与泰国当地为主 通过这一天才进一步增进相互交流与合作 不断对两个民众来自本地区世界各国民众 带来通过内容中共认成客观的心理大餐 以及政治性发信为中泰国关系不算向前外景 创造各种家记忆体友好的与会作出自己的物件 泰中记者协会是一个由泰国记者 和在泰国工作的中国记者所组成的媒体机构 宗旨是为了促进泰中两国媒体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为增进泰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谊贡献力量 东盟卫视MGTV记者欧斯阳 黄永瑞 实习生何小倩 泰国曼谷报道